黑龙江山村惊现巨型怪鸟,血红色的眼睛纤细的大长腿,闻所未闻,村民被吓到不敢种地,疑问才知道竟是老底座穿鸟,这下可怎么办才好。 村民们躲在远处看着两只身材魁梧的大家伙,在自家地里横行霸道,却束手无策。 众人议论纷纷,就连经验丰富的老猎人都弄不清两只怪鸟的来头,辽阔的黑土地上物产丰富,自然条件更是出了名的优越。 傻袍子东北虎等各种珍稀物种,在东北的原始山林里栖息繁衍,村里人对山里的动物更是如鼠家珍, 却都被突然冒出来的两只大鸟吓到,连地都不敢种,只能围在远处议论纷纷。 那两只怪鸟体型飙悍,纤细的大长腿十分显眼,又细又长的尖嘴,让人不寒而栗,最吓人还要数眼镜,胆大的村民靠近一看都被吓得连连后退,鲜红色的双眼看着十分诡异。 一见有陌生人靠近立马发怒,炸开翅膀,死死盯着敌人。 一前一后每天在地里闲逛,似乎彻底赖上了这一大片农田,任凭村民们怎么驱赶都不肯离开, 动不动就展示高飞站在树枝上巡视,尖利的嘴巴要是不慎被咬上一口,后果不堪设想。 大鸟栖息的范围正好是两个村子的交界处,敢又敢不走打又不敢打,正直农忙时节。 周围的村民生怕惊动大鸟,不敢再下地干活,可接连几天过去,两只怪鸟没有任何要走的迹象。 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被耽误了吗? 黑龙江山村惊现巨型白鸟,血红色的眼睛纤细的大长腿,闻所未闻,村民被吓到不敢下地。 眼看几天过去,两只大鸟悠闲自得没有任何要飞走的迹象,村民们急得团团转,这样等下去不也是办法,全靠种地卖粮养家糊口,一旦误了时节可就糟了。 两只大家伙长相如此别致,一看就不是普通物种,众人商量过后,决定请专业人士出手一探究竟。 接到求助电话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心,第一时间派工作人员赶到现场,看清大鸟长相的那一刻,连专家都惊呆了,激动地表示这可不是什么怪鸟,而是国家记录在册的珍稀保护鸟类。 白罐,这些浑身雪白,脚踩红色长筒靴,气质高贵的大鸟在自然界十分罕见。 随后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发现,两只白罐是雌雄一对,每天同吃同住,形影不离, 很有可能已经筑巢,准备在附近定居。 抬头一看果不其然,大树上用数字搭建的巢穴十分显眼,面对几十位陌生人的围观靠近, 两只白罐似乎察觉到了危险,翅膀一震,就像巢穴直直飞去。 专家见状激动地表示,白罐很有可能已经产下后代,随行的工作人员赶紧动用高科技辅助, 无人机飞到鸟巢的上方一看,里面果然整整齐齐摆着好几颗鸟蛋。 这对白罐种群的繁衍壮大,可是重大发现,怪鸟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, 村民们听说白罐性情温顺,不会随意攻击人类终于放心, 纷纷扛起锄头下地干活,一时间拖拉机的轰鸣声响彻整个野外, 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,却被突然叫停禁止耕种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黑龙将惊献珍惜大鸟,为了让鸟孵蛋,竟然禁止村民耕种,最后怎么样了呢? 眼看白罐的孵蛋大业正在进行中,结果正好赶上农忙, 拖拉机的轰鸣声在空旷的野外十分响亮,很有可能惊扰到白罐气息,影响白罐又在成功孵化。 专家看着地里农忙的村民们十分焦急,犹豫在三位了谨慎起见,建议附近村民们今年停止耕种。 这话一出,大家都傻了眼,觉得这要求实在太离谱,一家老小全靠种地维持生计。 一旦没了生计,难道喝西北风吗? 专家为此连忙找到当地政府,村民们生存是大事,保护珍惜鸟类也极其重要。 有了政府部门的介入事情,很快有了结果,经过商议决定村民们暂时停更一年, 所有损失经过统一的认定标准进行补偿,这样一来附近村民的生计得到解决。 两只白罐也能在安静的环境中生存繁衍。 为了保证白罐一家的安全,当地还派专人巡视保护,很快白罐又在一只接着一只破壳而出。 眼看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,专家通过无人机定时检测幼鸟的生长情况,眼看小白罐们各个长出羽毛。 专家知道时候了,为了村民能安心地耕种,白罐能安全繁衍,决定给他们手动搬家。 先利用食物把两只成年白罐又补,随后借助大型机器把躲在窝里的雏鸟带走。 把白罐一家完完整整地安置在量身打造的园区里。